千金一心追求艺术 但她的未婚夫却是一个俗人 她早已厌倦这种充满豐臭的生活 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找到那个志同道合的人 这是一部极具收藏价值的日本艺术电影 电影讲述了一个附加千金勇敢追梦的浪漫故事 全片并无任何打斗场面 观看千金一里先关注谷果电影 每天都会为你分享适合一个人看的好电影 女人名叫秋香 虽然出生豪门 但每天却欲寡欢 因为她平生指爱因师作画追求极致的艺术 可家人们对她的这种爱好似乎并不理解 尤其是自己的未婚夫的逼婚更是让她逼之不及 但碍于家人的颜面 她每次只能找出各种理由维吻拒绝 未婚夫大郎乃一介商人 平生除了对万云的金钱感兴趣便再无别的爱好 她总是问秋香每天这样的作画可否能当饭吃 秋香没有理会 只是默默地挥舞着笔杆 为了让大郎彻底仔细 她故意向她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她说自己的如意郎君必须要有壮业之才 必须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才子才能配得上她这个家人 大郎虽然被秋香的要求搞得莫名其妙 但也暗下决心要让秋香对自己刮目相看 可秋香的话并不是在开玩笑 她的确在等着自己的一中人 虽然未曾谋面 但却心有灵犀 那个人名叫波虎 是一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画家 本是看过她画作的人都被她的艺术造诣折服 而秋香也一直是她的小迷妹 如果此生有幸能与偶像见上一面 秋香便心满意足了 她总是幻想着有朝一波虎能脚踏气色相遇 与她在海边相遇 于是她每天总是站在阳台上望着大海的方向 可这天海边的一幕却让她觉得大厦风景 原来是家里过来的新男佣在海边一观不准的晒太阳 这样的行为无意破坏了秋香对童话的幻想 于是她被向老妈华夫人告状 说要把家里本科一下学历的佣人全部开除 华夫人听后微微一笑 她说那个叫花案的男佣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身体却很强壮 正是弹箍里的一把好手 秋香虽然还是心有不满 但老妈不愿意自己也只好做吧 花案其实是石榴妹从人才市场带回来的 俗话说解铃海学习凌人 于是秋香便让石榴妹去警告花案 让她以后不准再去海边 当石榴妹找到花案的时候 花案正在挖洞 石榴妹瞬间就被花案的挖洞技术所折服 心想这家伙以前应该是蓝翔毕业的吧 于是便想上前讨教一番 可花案却告诉她自己不光会挖洞 别的手艺也绝对炉火春青 不过自己一般不会轻易展示 只有等到真心人出现 才会发挥出毕生所缺 这一次的交流让石榴妹对花案刮目相看 心里也对花案产生了好感 未婚妇大郎屡造拒绝之后便自学起了浪漫 她租来一辆豪华邮轮邀约秋香一起拍传戏 秋香原本以为大郎在自己的熏陶之下有所改变 可没想到还是换汤不花药的同一个主题 于是从此对大郎更加反感 大郎对此很是恼火 可她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 而是美人苦恋书法企图用才华来打动秋香 这天花案在给大郎断饮料时 无意中看到了大郎的书法 刚场经的把杯子都给打翻了 气急败坏的大郎把在秋香那里 受的窝囊气泉嗓在了花案身上 声称一个吓人懂什么书法 而这一幕刚好被秋香看到 虽然她讨厌花案 但她更讨厌欺负弱者的大郎 这天花案外出买鱼正要回家 却被石榴妹拦住了去路 为了花案先去自己家里路两勺 花案不好推辞只好从命 一道糖醋里育把石榴妹吃的育巴不能 九足饭饱之后 石榴妹对花案形成惊异 没想到这个家努竟然还有这般厨艺 那种味道着实让人意犹未尽 当天晚上花府举办了一场商业碰头会 秋香也身穿一心黑色的碗裙出现了宴会 姿势轻高的她对这种聚会毫无兴趣 只好无所事事地在宴会中独自美丽 突然远处的一束灯光吸引了秋香的注意 那种色彩让她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感 于是她顺着灯光的方向走了过去 走进屋里一看 墙上挂着一幅素描画像 画像中的人好像正是自己 正当秋香牺牲疑或知识 花案突然回到了屋里 原来这是花案的宿舍 秋香一本正经的自我花案 问她这话是从哪里偷来的 可花案却说这是自己无聊的时候随手画的 秋香对花案的回答不以为然 因为她并不相信如此逼真的画作会出自一个用人之手 面对秋香的鄙视 花案当场也急眼了 声称你可以侮辱我 但不可以侮辱我的艺术 秋香被花案的较真吓得画如失色 于是便夺门而出趁机逃跑 第二天花夫人说要带家人出去谈一笔大买卖 秋香对生意向来没有兴趣 于是独自留在了家里 可正当秋香在认真作画的时候 花案却突然闯了进来 她质问秋香家里为什么挂着那么多博户的赝品 秋香被这句话问得心里发虚 因为这些话的确只是自己为了致敬博户所画 可即便如此又关花案什么事呢 花案被秋香对艺术的不言解惹得恼羞承诺 立即要求她销毁家中的所有赝品 秋香以为遇到了神经病 于是拔腿就跑 可两人还没跑多远就纷纷滑倒在了雨中 情皮立即之后 花案丢下个画 声称赝品一日不销毁 花府便一日不得安宁 秋香本想向母亲求助 但想起花案诉说的那幅画 心里又泛起了嘀咕 因为那幅画和博国的真迹太像了 自己虽然模仿多年却依然无法超越 为了搞清楚花案的真实身份 秋香将她约到了自己房间 并让她当场作画 花案这次也没有客气 立即在秋香的身上挥笔洒漠 这一次的艺术探讨让秋香有所怀疑 因为她看见了花案作画时所用的那只笔 那只笔和传说中博虎的那一只非常相似 心想莫非她真的认识博虎 于是转身就将心里的疑惑告诉了花夫人 跟两人的交谈恰好被厨房里的花案听到 花案故意搞出动静 提示秋香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母亲对秋香的疑惑不以为然 因为她根本不相信花案会是才华横一的博虎 为了让花案亲口承认自己就是博虎 秋香等老妈走后逼她使出了绝招 她故意激将花案说博虎的话都是垃圾 花案果然被她的话给激怒了 当场就给秋香展示了自己的才艺 可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石榴梅看到 也情不自禁地开始作画 花案和秋香都没有想到 两人作画的场景全被石榴梅给记录了下来 秋香发现窗外的动静之后 直接找到石榴梅要她交出画作 可石榴梅好不容易偷画的偶像大作 怎么可能轻易让人呢 于是两姐妹就在海边争执起来 花案看到这一幕后感觉很是自责 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神比尔的货 于是终于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她承认自己就是博虎 虽然她的才华给自己带来过一些福利 但这些虚名并不是她真正想要的 说完之后便决定离开画府去浪迹天涯 花案走后 秋香重新回归了正常生活 一天她在海边散步的时候看到了一张面具 正是花案留给她最后的礼物 希望她也能够像自己一样 留掉那些虚无缥缈的面具 全身心地投入到热爱的艺术之中 而秋香也放下了富二代的虚荣 没日没夜的苦力画功 虽然电影最后没有交代两人最后是否忠诚眷属 但丸丽老师的下一部作品一定更加精彩 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想要收看更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点进《故宝电影》的主页查探合集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长按点赞转发并收藏 我们下期见